我试衣服 等会我试豪的出去 我出去就知道了你 今天我网购了一套衣服 就是那个高开叉旗袍 就是这样的一个旗袍 它是这么一个高开叉的 这个叉挺高的 我给大家试试啊 看看孩子爸啥反应 妈妈妈妈妈妈这穿着啥 这哪只是衣服 你看你们俩反应大的 怎么样 她腿插到哪了都 怎么样 妈妈我想把你关 这个腿不冷吗 我就试一下妈 哪能露出来 你看这里面是个打底裤 打底裤看不见啊 看不见 你看这不是一个打底裤呢 这有个打底裤呢 开到哪里 你这个 你就是个大男子主义你 我跟你讲 什么大男子主义 思想怎么这么保守 现在谁穿裤子 他穿开到这个位置的裤子 这是旗袍啊 反正这样子给我一下 那这样子 快点没磨叹 我给大家穿旗袍走过模特步啊 从这开始出来啊 从这出来 不要挡住我呀你 多好看是不是啊 我就一直特别喜欢旗袍这个东西 真的 我觉得可有古典的那种美了 过去女人那个范儿或者是 多少钱这个 大奶奶啊什么都这样的 多少钱 100G 确定 确定吗 确定 那为什么100G便宜啊 因为这个料子并不是特别好的 它就有一层薄纱 还两块透气 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 从这到这啊 它都是加内秤的 不透 所以我就挺喜欢这个的 这个气泡的 您帮我把这个取掉上 取得干了 取得退不了啊 我退什么退啊 我穿的我退啊 这个这么合身啊 又不大又不小的 我拿什么剪刀剪一下 穿什么呀 你穿穿穿 这个能穿出去吗 穿 大家说 怎么能穿出去 这几个 我昨天过段时间夏天了 天气热了 晚上出去散个户呀 当然我就不穿这高跟鞋了 穿个平底鞋是吧 又凉快又好看 又女人味重 是吧 有点意思 是吧 主要是我现在感觉我刚才跳的时候 身上的这个骨盒都嘎巴嘎巴小 不经常活动门下 这样抬起来 走 然后这样转 踢臀 好打开 这个脚跟着这个一起混 然后退步 我就会这么一个关于旗袍上面的一个动作 就会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小段 大家说这个旗袍怎么样 过我想的明天 出去的时候穿一穿 明天天气热 早晚我们穿温差大 我不能穿 中午可以穿 是吧 大不了我就稍微把这缝 缝起来一点 必须得缝上的地方 稍微缝在一点 不缝上你早上出门 陌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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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的身体 无人体 这个人 这个人就得天天 我得把这个经理念会 天天得给他念 大家觉得呢 大家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 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 能不能穿出去 还是必须要把这个叉缝一下 反正我想的不想缝 缝就没样子了 好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期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